吸水變息凶 妹妹慘遭爬衣 夏天玩水真痛快 当心一不留神 莫名其妙成了受害者 一年一度海南七仙温泉吸水节 昨天在中国海南省 宝廷离足自治县七星广场展开 众多民众在互相泼水嬉戏时 竟有十多名心怀不轨的 嚣张男子上下骑手 甚至还爬掉女性身上的衣物 趁机洗胸 一名受害者高声呼叫后才获救 他饱受惊吓 忍不住与前来协助的友人抱头痛哭 最后公安到场将受害人带走 看到惨遭恶狼当众爬衣的女子 竟然还笑了出来 动新闻 这种男人太恶劣报道